美国的前大使讲出了一个秘密 有人说这其实也不是秘密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我们的国军 在美国的密西根州受训 密西根州是美国的 国民兵的训练重镇 那这件事情只能说 只能做不能说 可是现在已经曝光了 我们看到包括照片 包括报道 国际的媒体都已经把它 做了详佳的报道了 这个是美国的前大使证实的 因为已经有人讲了 所以就不再是一个市警传言 这位大使是美国前驻 菲记 吉里巴斯 诺鲁 东加 以及图瓦鲁的大使叫塞拉 他就这样讲了 他说对啊 就是应该这样子 我们在这边受训的内容 据说都已经曝光了 我们看看 华尔街日报去年报导 中华民国国军接受密西根州的国民兵训练 而日本产经新闻也指出 美方透过国民兵训练而非美国正规军 主要是考虑到不要太刺激中国降低敏感性 另外密西根州是美国国民兵的重镇 根据密西根州的国民兵网页上提到 国家全域作战中心聚焦陆海空太空网路等作战领域 透过联合兵种实弹环境提供拟争的火力作战训练 也以最大限度提高国防部战备状态 也为其他政府机构提供训练以及测试机会 好我刚刚讲这件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 所以过去都没有公开 那我们也去问了国防部 国防部就非常的低调低调应对 那另外我们看看我们的邻国日本 他们一向非常紧张 担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嘛 所以有些这个撤离的避难的啦 万一发生战争的话 他们的国民他要保护嘛 所以日本十元岛模拟全岛撤离 在明年的这个1月就要登场演练了 我们来看看 身穿反光背心背着简单行李 快步进入机场大厅 这里是冲绳石渊岛 当地时间25号晚间9点多进行避难演练 机场大厅内从登机柜台到安检区 出现排队人潮 石渊岛市市长亲自作证 因为这不是一般避难演练 而是当地为了因应台湾有事 以及2025年即将举行的大规模撤离演练 进行的模拟训练石渊市出动百人参加 为了这项避难计划石渊市从8月起就召开会议 因为一旦台湾有事 估计包括石渊岛在内一共19万人 必须紧急撤离到九州 除了民用飞机 美军和自卫队也将派出军机运送伤患 但撤离全岛是最后下下策 美日两军除了强化防卫合作 也考虑让美军F35战机在海上自卫队出援护卫舰上 直接进行起降训练 防卫防范双管旗下应对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 好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个地图 石渊岛在哪里 离我们台湾超近的 大家看一下台湾在这儿 那它整个仙岛诸岛有很多的小岛组成 包括石渊 包括公国 包括多梁间 包括竹妇 还有宇纳国 这些地方其实蛮多观光客的 我们台湾很多人会去那边玩 那距离冲绳也很近 冲绳在这里 那这一次明年初他们打算的演练 是把这些人撤到日本九州 甚至撤到更远的地方去 那总共这个是旧资料 今年算他们这些地方的人口 可能还包括观光的一些游客 加起来可能有19万到20万人 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 6天之内把他们用空 这个飞机空运的方式 或者是用船 有些人会接驳到这儿 然后再回到日本的本岛 像这样子疏散的计划已经曝光了 我想受训交流或者是任何的 这个能够增强我国的军队的实力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都是乐观的 我自己都是乐观看待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好事 过去我们在美国的一个交流的 受训的一个状况是低调 没有说破 那为什么现在会去来点破 某种程度上 它是不是也是释放一些消息的部分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讨论到 台湾的一个外交处境的时候 我们真的应该要厘清楚 这一段节目跟上一段节目 其实讲的就是 一个是宣传 一个是实力的部分 到底是实力重要还是宣传重要 那宣传到底是我们国家的宣传 还是现在民进党的宣传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分得清楚 越看清楚之后我们越了解说 其实有些事情 真的我们要拿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来说 首先我们讲说备战可以避战 我同意 我也同意是说 我们一定要增强我们自己的实力 但是我不希望说备战到最后一定要避战 必须战争的避 所以现在即使我们增强了很多的国防 可是我们希望两岸是越趋环 和平紧张稳定 我们增加了国防实力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是避战 我们越远离战争 可是怎么感觉现在反而是 越往战争靠拢 甚至日本部分都还要训练 这所谓的一个撤侨或是撤离 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 能不能也训练一些说怎么样 真的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台湾有日本美国的军队 可以训练还怎么样来协助 台海这边的一个稳定 否则的话你就让我们觉得是说 你只是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是大家都要从这边离开 那再者2758 过去马政府时代的时候难道没有吗 也一样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参加ICAL 为什么那时候可以WHA 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尊严的 有效率的去参加国际的 这些相关的组织 而在过去8年民进党政府的时候 反而我们一个一个没有办法参与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社会参与 是实力的展现 以及增强的一个进步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以及我们过去这8年的时间 外交邦交国一个一个减少 甚至刚刚我们主持人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有讨论到 当王毅在联合国讲了 这个2758他们的一个诠释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邦交国 有没有再帮我们来说话 好像目前没有看到 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目前我查资料是还没有看到 所以我还是实在话讲 如果说每一次民进党政府 都是喜欢用这种抗中保台的 老掉牙系嘛 反正就是比看谁讨厌中国大陆 比看谁讨厌共产党 然后借此来让台湾人民 做一个恶分法分化的话 我绝对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土地上 我每一次都挂着中华民国 立法委员的会章就是代表 我们都是以中华民国为最优先 2350万人的权益是我们最优先的考量 所以民进党每一次在内政没有处理好 然后就想要用外交 或者是说就想要用两岸抹红的一个 老套路老戏码 其实来去做操作 人民已经看得非常厌烦了 而实质的拿到我们自己的实力 以及让我们有效率 有尊严的参与国际社会 我觉得这比什么都还要有帮助 是 我们刚刚讲到日本要模拟撤侨 石原岛上面的这些居民 因为他们离我们真的好近 270公里而已 跟台湾的距离太近了 他们就是很担心 包括航空公司 包括市政府当地的政府 他们通通都会投入 这整个模拟的规划跟演练 我就想说我们台湾 好像没有做过类似的模拟 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战争或怎么样 我们都 我们撤到哪里 我不知道 撤到吕宋 撤到吕宋 不晓得 但是感觉他们很紧张 都在做模拟 可是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 我们现在不是要 成立40万民兵吗 对 还是有一些因因之道 还是有因之道 现在就是说 我们政府就是一直在宣谈 抗中保台 然后一直觉得中共很可怕 两岸非常危险什么之类的 但是感觉上好像 就是说我们对于国安的维护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 他们那么重视 就好比说对岸可以随便一个 所谓的偷渡客好了 就从宁波开一个橡皮艇 就可以到我们的林口 还自己打疫就报案 然后不久前淡水也是 对岸也是这样过来 也是故意去插撞 然后才抓到 这些人还好就是他们自己有报案 或者故意去插撞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现在台湾正在收集情报 搞不好正在做台湾的第五重队 所以讲是讲得很恐怖 有地无重队 然后台湾很惨什么什么 可是我们真的看不出来 所谓的因应之道 就连刚刚大家在讲的石环岛 石渊岛 他们都在做撤侨模拟 他们是大部分动员 而且还有作战计划的 比如说要哪一些岛 它是要怎么样透过船的方式 或者是用民航机的方式 其实它是要演练过的 如果很多事情 是没有演练过的话 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大家其实是会非常惊慌失措 因为你完全在脑海里面 是完全没有记忆跟经验 你到底要怎么做 你是会非常茫然的 所以当然我觉得政府一方面 在抗中保台的同时 但一方面我觉得 国安也要做好了 至于说在密西根州 有我们的军队有去国民 其实我觉得这个情之有年 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个而已 就像我们F-16 我们飞行员的训练 就是在亚利桑那州 我们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爱国者飞弹 我们也是要送到美国去训练 其实这个是一直都有 密西根这个没有太重要 原因是因为它是所谓陆军 可是大家想想看 如果今天两天真的开战的话 真的是靠陆军 我们现在主要的战略是要 预敌于 坚敌于岸外 岸外 所以美国如果真的要帮我们的话 应该想的是说到时候 它的空军怎么过来 从冲绳还是哪里过来 或海军从哪里过来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我们来说 最有帮助的 大老 先讲密西根的事情 这个已经是旧事 大家都知道 老共也知道 老共不高兴 但是也没办法 也无所谓 这次不是故意泄密 这次是因为密西根的当事人 他们晓得 老共有一批很大的投资 在密西根 是民间的投资 但是太接近 这国民兵训练的营地 是什么样 晶片吗 这个不是 不是 所以这个事关美国的国安 他就是要排斥 就是说你不要来这么近的地方 投资 就是这样而已 不过日本人在操练 石原岛的测理 万一有事的时候 这是在一个大前提 就是说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但是台湾如果没事 你当然没事 台湾有事 我觉得老共也不会 刻意去伤日本的居民 甚至不是乔民 可是他很近 很近 但是他会避开 因为如果你去伤到他们 要去国际事件 你觉得劳工有那么笨 对不对 所以有足够的时间 让他好好的撤侨 而且人少容易撤 我们要撤才麻烦 我们要撤哪里 我们的民兵40万 要真的操练起来 如果操练的有模有样 我佩服 但是这个是假的 因为我们没地方跑 我们已经误出后退 这个老奥 这是老奥教我们唱的歌 我们同岛一命 好 来进一下广告 张哲世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好 金华城案 看起来案情扩大了 因为昨天我们看到了 包括朱雅虎 包括李文宗 李文宗他是柯文哲的大帐房 两个人被升押或准 已经被收押了 所以看起来法官认为他们可能设案的情节重大 那你看到自由时报的报导是说 简连掌握了金流 有连接到柯文哲吗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人 我刚刚说的朱雅虎 他是前北市的兵役局局长 他年纪也蛮大了 上了手铐 上球车 那另外一位是李文宗 是前柯文哲的办公室 是这个市长办公室的主任 那大家一般认为他是柯文哲的心腹 包括竞选的这个钱都是由他来管的 那另外朱雅虎说已经坦诚心会了 可是李文宗说我没有收钱 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报道 金华城案遭收押被告 再新增两人朱雅虎跟李文宗 一个是沈庆金爱将 一个是柯文哲大账房 或许也代表检方除了查出 沈庆金跟应小微明确的对价金流外 柯文哲部分似乎也有了眉目 因为从朱雅虎被收押理由来看 他已经认罪 至于李文宗虽然他不认罪 但案件还有很多疑点需要厘清 不排除仍有被告跟证人 没到案认定有勾串的疑虑 金华城案第二波重大进展的关键 疑似就是李文宗 因为他是目前唯一同时被列为 假账案跟金华城案的被告 根据了解 检方查出沈庆金疑似还有播 另外一个款项给朱雅虎 朱雅虎退售后 就到微经集团子公司顶月当董事长 负责打理金华城融金率项目 金流走向到底是什么 以沈庆金为中心分成两部分 第一是金华城案 他涉嫌以4740万行贿应小微 再来疑似还调度一笔金额给朱雅虎 朱雅虎将转交给李文宗 李文宗是当时柯文哲进办财务长 不排除借由申报不实政治现金 把钱洗白后回留给柯文哲 也就是后续被查出的假账案 两个案件找到交叉点 接下来就得调查 跟被曝出的2022 11月1号 小省1500省庆金随身碟 有没有高度关联 金华城案关键人物 已经累计7人被收押 请照案提 这就是当柯文哲的几个案子 如果同时间来办理的话 他就会变得比较交错跟复杂 也就是在过去 如果比如说你的政治现金 然后跟金华城或其他的 都是分开的话相对还好 但因为现在呢 是所有的都同时在侦办 所以检调自然而然 他就先从政治现金 以及从这金华城 可以广义的去做搜罗以及勾知 所以你的金华城 有没有所有相关的这些人员董事 然后这个员工 有没有所有的钱 都透过政治现金的方式 给这个政治现金 然后或者是给台湾民众党 包含现在最新抓到的 或者是怀疑的是这一块 因为过去当成在查政治现金的时候 只能去查账 对不对的上 或者你有没有造假 可是没有跟这些什么企业财团 去做勾章 那现在呢 只是金华城这一家 那有没有其他家 这可能都是为了来检掉 会持续去进行的 我认为未来比较悲观的 或是说对民众党比较不利的 因为乐观的讲法认为说 哎呀 柯文哲如果这一次 没有查到必死的金流的话 很有可能呢 这个2028之前如果无罪出来 哇 能够这个再战一次 但我认为这过度乐观 因为如果目前查不到金流 检方一定干嘛 继续升压 那然后别忘了 这只是在所谓的侦查阶段 可以积压 未来审判期间 也是可以持续积压的 积压最长时间5年 可以到5年吗 可以到5年 就包含整个审判阶段 都可以持续积压 最长不超过5年 所以对民众党来讲 最坏最坏的状况 就是柯文哲现在一进去 5年之内都出不来 那更不要说什么 接下来县市长的选举 或2028 可能整个党都要面临的 这个支离破碎 瓦解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认为这个最坏的状况 是民众党应该要去思量的 所以民众党做好最坏的准备 我们先让禁营 当然在很多的案子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李文忠的角色 所以其实不管是 朱雅虎 李文忠等等的 这些人物 在新闻上面被提到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民意代表 或是很多的名嘴 就开始不断的去勾 政治现金跟金华城案 然后又把它勾起来 其实故事发展到这里 我觉得大家已经写到 没有什么东西好写了 一开始的这个1500 到底是1500万元 还是1500比特币 到现在为止 又要再把它勾创成新的故事 如果说这个朱雅虎 他说他坦诚犯行 可是问题是 现在唯一在检方上面的 比较有明确表态的 唯一一条金流是 应小为的这条金流 4000多万的这条金流 但是在这个朱雅虎的 这个抵押申请书里面 并没有写到说 他坦诚了什么样的犯行 他给了谁哪一条钱 所以你不断的要去猜测这些 是要引导北检去办案吗 还是应该要引导社会舆论的风向 去把所有不管是木可 还是政治献金 还是金华城的案子 全部把它兜在一起 但是最后结论只有一个 就是柯文哲有收费 或者是柯文哲有收钱 可是问题是查到现在为止 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清楚 到底拿到了哪一条钱 在柯文哲的手上 或者是谁又给了柯文哲哪一条钱 所以纵观而言 我觉得现在北检 当然那边听说已经把这个消息 都已经很封锁了 因为前阵子这个记者的事情 所以消息已经封锁到很完整 那也不愿意再透露更多的案情 可是从他约巡的人来看 我觉得这个顺序在检调上面 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包含金华城的公文 所有的这个副市长跟督发局局长 他约巡的顺序 还有接下来几个案子里面设案的这些 不管是大家说党工 或者是什么随护等等的 我个人是觉得很奇怪 北检这样子查案的方式 有一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但他始终找不到 或者是他在约这些人的过程当中 但他始终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北检 目前为止说不清楚的地方 不断的把人压进去之后 希望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证词吗 或者是北检希望整个案子 朝向什么方式去办理 这个是大家最不能理解的地方 我觉得学姐目前的处境是很艰难 而且很难堪的 所以他刚才的讲法到目前为止可以 但是问题这个案情如果是明天开始 后天或怎么样有突破的话 他今天的讲话就挣不住脚了 所以很多民众党的高级 私底下都有表示他目前 他们目前处境的为难 我之前尝试把柯P跟纽约市长 Eric Adams比较一下 两个很有类似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纽约市长他用了很多自己人 他们那些人也都贪污 你知道因为老板贪污 他们也都效法 但是他们的贪污好像都是个案 你贪你的 我贪我的 没有连结起来 所以他们现在小的追得紧了 所以很多人就个别辞职 都离开政府了 都不在里头了 我觉得柯文哲的案子 好像有点不一样 柯文哲的案子好像一个输出网 坐在中间的那是柯P 所以任何破口对柯P 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为这个破口 破了一个口 比如说好 我承认我行贿 但是你给了谁呢 你给了谁那些人出来以后 又出来了 就一路下去 最后回溯到 就中间坐的那一个家伙 所以柯P每次听到 有破口 有突破 幸亏他坐在里头也许不知道 要不然他会减张死 我觉得朱雅虎这个何许人言 他在市政府里头当到病医处长 他在进华城公司这边 也当了三岗高级 而且有的时候关系好 有的时候关系不好 但是他两边都刺得开 两边都可以这样周游非常的顺畅 所以他这里接到钱 我到那边去发钱 接到钱这个部分是确定 他发钱发给了几个 一个一个出来 我觉得未来学姐的处境 会越来越麻烦 来 请叫伟山 我是觉得朱雅虎 现在已经认罪了 现在不管他到底认了哪一条 代表说这个破口已经出现 也就是说这个囚徒困境很明显 因为我们会知道说 在很多相关的关系人里面 大家在这个不同的房间里 然后可能都已经在被刷的状态下 大家不知道彼此之间的心理是怎么想的 所以当然越快去认罪 他的罪行可能会越小 甚至可以转污点证人 对朱雅虎就来说 他过去当然是好龙兵栽培的爱将 当时他其实重点也不是兵议处的处长 他当时厉害是他当这个副总联络人 也就是说这个联络人 其实他就是要有所在府会之间 然后甚至帮这个市长去处理 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 或是打点很多很多的事情跟关系 所以他本身应该是一个能力还蛮强的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也就没有很意外 易小薇推荐他 他后来就到了卫星集团 去做这个相关的董事长 我相信在这个关系里面 他确实是特别的 他如果肯认罪的话 他也许就可以让一些金流兜得起来 我想这个种种 其实对于这个柯文哲确实很不利的 尤其是我们看到简书培 这一次有公布一张都发局的公文 看这个日期很明确看到 在这个民众党收了政治现金之后 是党的政治现金 不是柯文哲自己的政治现金 收了现金之后 这个公文马上就是发放了 所以你就看到说在一个非选举期间 但是他们用不同的人去捐了 总数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现金 其实很不寻常的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民众党也有必要 要做清楚的解释 那不能说大家把这个勾计在一起 毕竟这个事情比较复杂 这就是因为政治现金 本来它就是一个金流的这个去处 所以他也会是检察官 非常重要去探寻的重点 昨天黄国昌有讲话了 因为刚刚大佬讲说 现在民众党的政治人物 可能心惊胆跳 可能未来会觉得很尴尬 或者是很下不了台 那黄国昌昨天被问到的时候 讲到李文宗被 那时候还是深压 还没有确定要被收押 他是怎么讲 他说我没有特殊管道 可以掌握案情 不会过度议测 可是我也呼吁北姐依法侦办 不要再出现任何荒腔走板的作为 那继续重创人民对司法的信心 看起来他还是在这个 他有讲等于没讲嘛 对 这句话这急剧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对可是 就敷衍过去了 敷衍过去 外界想如果就像是汉廷讲的 如果柯文哲被羁押长达五年 那外界看就是黄国昌 要扛起来这一切了吗 所以黄国昌讲什么 我们还是会把他拿出来 当作民众党的 民众党对外的一个态度 我们进行一下广告 对 救命 3 4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